以Ironman 70.3的距離來說 玩菜時間大概是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 那這段長時間的運動裡面呢 你必須要有補給來支持你的運動 那在游泳項目呢 你要補給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腳踏車跟跑步上 要做這方面的準備 腳踏車的騎行時呢 可以在每20分鐘 每20分鐘可以吃一包補給包 那大概每5分鐘可以喝一口 小口的運動飲料 來維持你的體能 至於在跑步的部分 我會在每個供水站 在2.5公里 都會拿取水杯或是運動飲料 來讓自己補給 或是你會在每30分鐘 然後拿取補給品 然後進行補給 比賽中除了會準備能量膠以外 那我還會準備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像香蕉、小羊羹 還有或是你喜歡吃的任何食物 放在自己衣服後面的口袋 或是你準備的馬鞍代理 或是你覺得 如果放在口袋或馬鞍代理 覺得不好拿 你可以黏在車子的上管上 可以方便拿取 比賽的補給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等到飢餓時才開始進食 那補給包的數量呢 最好可以準備多一兩包 然後以防在吃時會滑落 那比賽中補給非常重要 讓有好的補給才能夠安全的完蛋 我們是否會帥 今天一天的大小小小小站 要去幹嘛 我們再給予的 我才市民 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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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手